15號晚上9點多 台南北門一出廟前 傳出槍響 雙方人馬開槍駁火 連續開槍經濟火光 附近民眾聽到槍聲嚇壞了 警方到場拉起封鎖線 可疑的是居然找不到任何彈殼 甚至連煙蒂都找不到 現場疑似遭一步被清理 有些少年坐在這裡 穿黑衣服坐在這裡 跟他像我們老在車上 穿黑衣服穿 來我們車就崩潰 讓他跑出來了 警方發現一輛兵士車 車尾有一處彈孔 巡線調查發現雙方人馬 似乎都認識 疑似口角變槍戰 開槍動機恐怕和光電工程有關 因為小工程上的口角 疑似在工程上的口角 其實雙方人馬都是在地的人 都是互相認識的 警方根據地緣關係 鎖定六名嫌疑人 槍案是否和沿海光電廠利益有關 警方還要進一步釐清 但連夜開槍十幾槍 前犯囂張行徑 恐怕讓布警居民心驚驚 九六關中台南報導